香港政府統計署公布最新貿易數字 1月份錄得貿易逆差254億港元 12月時為逆差516億港元 於貿易數據當中 出口按年下降36.7% 跌幅創至1953年9月以來的新低 主要受外圍需求持續疲弱 和比較早過年的因素影響 上月出口同比跌28.9% 入口則按年減30.2% 上月同比錄得跌幅23.5% 於1月整體出口總額2909億港元之中 大陸佔49.2% 美國和印度分別佔7.8%和3.7% 同期入口總額為3163億港元 由內地進口佔41.3% 台灣南韓分別佔12.3%和5.3% 按商品的類別劃分 以出口金額計算排名首位為電動機械 儀器和用具及零件 佔整體的份額為42.7% 第二位為通訊、錄音 及音響設備和儀器 佔12.1% 第三位是辦公室機器和自動資料處理儀器 佔7.6% 喂喂,看完米酒住 記得like、subscribe和按鈴鐺 支持我們支持真相吧